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道德修养等各方面的学修实践 在这个视频中 观众可以学习到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观和人生哲学 并了解到如何通过自我修养和精神成长来实现真正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鸾音是指圣贤先针的扶鸾教导 透过陶刘比在沙盘书写的鸾文 也就是来自三界高真降丸的教导文字 用来教导人们如何追求道德修养和精神成长 具有净化心灵的作用 是九天玄母护道会积极推广 用来唤醒九六元灵的重要媒介 即指的是北斗七星的第三颗星 也是古代天文仪器玄机玉横上可以转动的部分 在古代 人们认为鸾文是来自上天的珠基教导 能够教导人们如何追求道德修养和精神成长 灵奇秀是指那些拥有高度道德修养和精神成长 能回复圆灵自信清静的人 他们的灵性和品德令人称赞和仰慕 鸾音天玑灵奇秀视频的主要目的是传递如世道三教合一 以令人们重拾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个人的心灵修养 以其人心中和能向内置心 修身 阔而齐家 治国 内圣而外亡 在这个视频中 陈雪莉教授通过深刻的人生哲学思考 丰富的知识的展现 以生动的语言和饶富启发性的故事 向观众传达了深奥的如世道思想 呈现了一个有关于古代文化 哲学和人生思考的全面体验 让人们对鸾音与如世道三教合一的思想 有更多的了解和体验 更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 观众可以从这个视频的课程 学习到古代文化的道德价值观和人生智慧 并了解如何通过自我修养和精神成长 来实现真正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也探索如何在当今社会中实践应用这些思想 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全新学习与体验 欢迎收看 交流 并且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您的鼓励与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